這是三代啟銅堂 這個有傳承教育的意義在裡面 這個很少看見 我參加那麼多活動 很少看見就是把三代一起找出來參與這樣的活動 我想這個對未來落實環保的裡面一定會有大的幫助 第三個活動非常豐富非常多元 我特別要感謝我們臺南農特產的行銷都把我們包掛進去了 講起來很高感恩 另外我也看到我們最近的禁用保利隆的政策 也跟我們行銷很高感恩 局長應該同歇到這裡 所以也有動的活動靜的展覽 可以說動靜接引 很難得有這麼豐富多元的活動跟內涵在裡面 我就代表臺南社會各界跟大家表示最大的感謝 低碳城市是我們城市的目標 奮鬥的目標 臺南雖然是全台灣第一個城市 是一個文化的古都 但是我一直認為這個城市應該要有新文明的活力 住進來 才有辦法新舊之間傳承創新 這個城市才有辦法持續的進進 一方面我們打造低碳城市是想要戰線地球村的責任 另外我們也希望提供給我們臺南市民一個健康的居家環境 另外一可能就是希望打造下一代的綠能的產業 讓臺南市能夠生生不息 我也特別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城市低碳城市的目標 背後臺南市政府的一些用意 感謝佛光山 感謝大家的參與 最後祝佛狀順利圓滿成功 大家自己健康二十一 謝謝大家